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第一次猜派若鸭出去打仗不是个问题 但是因为拥有这个人之后 我们信仰产生惰性的话 那是个问题 你会看到就如我昨天所说 大威就好像我们大部分的人 不是一个红材大略出身的人 你想想他能够管理一群羊的工作有多少 他不是一个可以说天生是王者的身份 原来一样我们不是红材大略的话 我们或者不知道 当我们跟从这个伟大的神的时候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已经建立了多少 就好像大威一样 他没有办法估计 其实在他的生命当中 神为他建立了多少 但是就因为我们不是红材大略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人生当中奔跑到 人生的前半步 信仰的前半步 其实建立了多少 所以我们不知道 当我们让我们的惰性一出来 会毁坏多少 尤其是我们不知道 真言所说的就是 殷勤 就是二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根基 当我们用懒惰多星去代替了殷勤的话 无论这个代替 以什么形式出现 它会对你的灵魂体 都有非常之严重的破坏 而到有朝日你发觉你软弱无力 不明白吗 就是我说一些信仰主很久的人 他觉得他对道德上软弱无力 他没有办法胜过 或者是贪婪 或者他没有办法胜过骄傲 其实他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些东西 而原因就是他们的信仰是没有着力点 没有着力点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在他们自己的根基上 他们在上面把殷勤拿走了 他让惰性取替 当二人的根基位坏 他就什么都不能够做得到 所以你会看到有时候有些人在信仰上 他慢慢发觉没有办法自律 在看圣经 没有办法自律听广道 没有办法自律在信仰当中 信仰的前半部他能够做到的事 反而他存绩了之后 或者他有机会成为牧师之后 或者有机会去参与侍奉之后 或者成为领袖之后 他反而做不到 我说他时间已经多了 我说他生活当中幽幼了 但反而你发觉信仰的力量是少了 为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 你要记住 殷勤是我们逐步逐步累积出来的根基 而殷勤是会帮我们刺手很多东西 而神所给我们这个美德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无论自律 折制 这一种的级数 这一种的美德 都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建立一些超然的生活方式 导致我们能够过到一个基督徒生活 为什么会针对基督徒生活呢 因为这么多年了 我仍然是那句 神要求我们过去的基督徒生活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 神所要求一个牧师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 人类是做不到的 简单来说 一个牧师所分享的讯息 那种的要求是人类做不到的 OK 就好像等于一个基督徒 神要求基督徒去搜寻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人类是没有说做得到的 其实神要求我们做的事 根本没有一样是人类做得到的 OK 但我们有了神就做得到 有了神我们可以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你想想 没有了神的人都可以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没有了神的人都可以因此运作 那还得了 所以其实神要求我们的标准 我们有没有想过 由头到尾切头切尾 没有可能做得到的 OK 所以你会看到 很多人 他慢慢 收去了 他们自己的因 收去了自己的奋法 这些折制 这些自律 然后用多声 去取替他的根基的话 你发觉他的言谈当中 他的内心当中 常常都觉得不可能 这一样是不可能做 那一样是不可能做 这一样是不可能做 但是比他更加少时间 更加少资源 一些初信的弟兄 反而做的事 可能比这个所谓宿令长者 做的更多 为什么呢 理由就是 其实神要求一个基督徒 他信仰所做的事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用一个懒惰 一个偷懒的根基 一个惰性的根基 去取代神所给我们的二人的根基的话 那你没有一样东西做到 OK 就好像大卫一样 神给了他一个国家 你看大卫在这里犯罪之后 他跟着连自己的家庭都管不了 你见不见他连自己的家庭都管不了 这个就是没有了神的祝福底下 就是了 他想有个幸福生活 是不可能的 而我们要懂得在这里里面学到个教训 就是原来神要我们做的事是1% 而祂给了100%我们 如果我们连这个%我们都放屁的话 那便值得这些人 一生活在一个失败和奏罪当中 而所以大卫会莫其实 仍然是那句 就是让我们从学习当中 受教当中 不需要经历这个属灵的现实 我说的现实就是 每一个人你犯这个问题 你每一个人就会得到这种奏罪 没有好情讲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同在实在太厉害了 大卫会莫代表了 神厉害的同在底下 祂的祝福又厉害 祂的审判又厉害 而大卫很可惜在他信仰的后半生 是拥有了神这些审判 而大卫会莫及建立 让我们理解 在未来大复兴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这两个选择 你会看到有一些的人 他们会成为没有柔的同女 有些人是不穿礼服的 这些的奔客 他们就会面对在神 这么大荣耀 这么大复兴当中的审判 而这是我冲心的期望 我和你 在你的一日子当中 在神建立大卫会莫的时候 我们一生到终结 我说的终结 随时是说现在 几个礼拜或者几十个礼拜之后 为什么我们不努力呢 我希望你在大卫会莫当中 学习这个功课 所以我们能够在被提的时候 我们一起有资格被提 被提不到的人 其实就是面对大卫会莫 审判的后半段人生 《三好意记》第十一章 第一节 过了一年 到列王出战的时候 大卫又差派约鸭 率领神博和以色列众人出战 他们就打败阿满人 围攻拉巴 大卫迎住在耶路撒冷 大卫迎住在耶路撒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